原子分子都有一个浓缩的意识 甚至更小的例子也一样 而基本上构成所有物质的东西 和细胞的原子跟分子 也根本不受我们时间的束缚 所以各位 细胞原子分子 根本也不受时空的束缚 来我记得很早之前 塞斯心法告诉过大家 就肉体本身 肉体是不会衰老的 那各位你就会跟我说 那徐师老人是神经病 那为什么人会白头发 老人不是会老吗 各位它不是物质的衰老 是背后心灵能量的抽离跟撤退 听懂了没有 物质本身是不会变老的 没有一个物质 从这一刻到下一刻变旧 没有 这个杯子不会从新的变成旧的 不会的 你们看到的是幻象 你所看到的一个旧的东西 是因为其背后的心灵能量的撤退 所以各位当一个人越觉得自己没有用 或是退休的越早 而找不到未来的方向 他就会衰老的越快 听懂了吗 好如果一个80岁的老先生 82岁的老先生再娶了一个28岁的太太 他就会突然又变得年轻 所以各位 当一个物质背后的能量被抽掉了 整个物质的衰败就很快 所以为什么很多老人家 当你经常跟年轻人混在一起 经常有创新的想法 而不是固守在自己框架的 那个旧的模式 那么你越能够活出快乐跟青春 这样明白了吗 是啊 所以物质是一个能量的填充模式 光是物质本身 它是不会变老跟变旧的 这是我也告诉过大家 肉体会死亡对不对 但是肉体的意识 跟细胞的意识 本身是永恒的 就身体而言 虽然肉体的形式会消失 但是细胞的意识本身 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它是永恒的 好 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 假设人类要建一个 机器取代一颗细胞的功能 这台机器 大概要像地球这么大的一台机器 所以我们根本不了解 我们肉体的神圣的本质 明白了吗 你看一个细胞 它所具有的功能的复杂性 神圣性 跟它需要的智慧 是多么的高 可是这一点 我们其实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根本 没有把身体的本能 发挥出来 身体所具有的 不可思议的能力 我们根本都不理解 是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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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